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本届选球大会结束一个星期了 而最近ESPN也做出了第一份2024年的完整选球预测 其中来自于邓肯瓦尔高中 下赛季将会为纪联盟点燃队效力的五星前锋 Ron Holland被评为第一 是预测中的状元秀 这位身高6尺8寸203公分的球员 动态天赋优秀,攻守平衡 高四赛季场均可以拿到20.3分 10.1篮板2.4助攻,两抢断的数据 而高中四年更是两度率队夺得6A级位中冠军 至于他2005年7月出生的年龄也颇具优势 接下来Ron Holland在点燃队需要加强的是控球和投篮能力 而身体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增重 此榜单预测的榜眼秀同样给了来自于点燃队的选手 身高6尺10寸208公分的高空位 Matthes Buzilus 这位立陶宛和美国双国级的选手 拥有内线球员的身高,外线球员的持球技术 在球场上五个位置都能打 他将会和Ron Holland一起承担起下赛季点燃队大部分的开火拳 当然这两位球员如此受到重视 和今年选修大会上点燃出品的球员大获全胜也有关系 包括高中炭花的黑马王子在内 一共有四名点燃选手进入了前两轮 这个由NBA公司直接运营的项目 下赛季来到了第四个年头 过去的几年他们已经打造出了不少的成功案例 做出了相当的口碑 接着榜单的炭花秀给了来自于法国的选手Zachary Rissachy 这位高满18岁的球员身高69寸206公分 是一名技术全面的侧翼 法国的下一位希望之星 至于第四顺位网站给了Broninger的队友 2023届攻守最平衡的空位 来自于惠勒中学 下赛季将会升拼南加大战袍的Eziah Collier 此人高斯赛季场局可以砍下20.8分 6.8助攻5.1篮板2.3强断 率了球队取得7A级位周冠军 他本人也当选了奈史密斯全美之家球员 第五顺位的则是肯塔基的新生 五星前锋加西蒂埃德沃尔子 第六顺位是雷霆新星JW的弟弟 克罗拉多大学的新生Cody Williams 第七顺位的是肯塔基的大医生 球三代Digi Wagner 这位以得分能力鉴长的双能位 虽然高斯赛季在各大榜单上都交出了全美第一的宝座 但其天赋仍然被一众球他们看好 而下赛季肯塔基也有相当大的空间给他发挥 其实过去的一年 DJ的投篮稳定性一直被人诟病 但从最近肯塔基大学的训练中看 他正在加强这一个环节 而值得注意的是肯塔基在利用一个新型软件 能玩鼠停System去帮助球员们修正投篮 据消息称 26只NBA球队正在用此系统帮助球员们调整投篮 而少数的NCW球队也开始使用它 例如阿拉巴马、弗吉尼亚和肯塔基 然后网站把第八顺位给了来自于全美冠军康大的大二生 Donovan Klingen 此人2004年2月出生 身高218公分 不仅在内线能攻能防 还有不错的高位侧印和挡拆能力 上赛季他代表球队场军出战13.1分钟 有6.9分、5.6篮板、1.8封盖的数据 而随着队中封赛MOP 阿达马·萨诺狗离队 进入NBA Klingen被预期下赛季将会在数据端大爆发 接着本榜单将第九顺位给了来自于康大的大一后卫 Stephan Castle 第十顺位给了杜克大学的大二生 夏天选择留队的攻击型内线 Kyle Filipowski 这位小皇帝之子 五星高中生Brownie James 也被ESPN专家看好 他出现在了第十七顺位 专家表示 身高6尺3寸191公分的Brownie 臂展优秀 动态天赋出众 不仅有一手三分球的绝活 防守能力也在二三届中名列前茅 最一名具有3D属性的球员 他在这个时代拥有很高的上限 选球专家甚至认为Brownie可以冲击 明年选球大会的乐透曲 Brownie的高中生涯在塞拉峡谷度过 高一赛季作为第六人随队夺冠 高二赛季殷商休养一年 高三赛季归来之后 动态天赋得到激活 并升至球队二当家 场均可以砍向8.8分 3.3篮板 2.8助攻 1.9抢断 高次赛季成为大当家后 球风逐渐成型 球场发挥和数据都继续提升 场均可以贡献14.2分 5.5篮板 2.4助攻 1.8抢断 这样的表现让他在高中毕业时 被安瑞体育和247体育 在综合排名上挂上了五星 而在ESPN上也被排在了全美第十九位 下赛季布朗尼将会升P 男嘉大的六号战袍 站在NCW的赛场上 作为詹姆斯之子 布朗尼身为一名大学生 流量和关注度已经达到了NBA球星级别 但最终能以什么顺位进入NBA 还是主要看他在球场上的表现 当然除了布朗尼之外 此榜单上的球员明年是什么情况 还有很大变化 一年间可以发生非常多的事情 例如去年在ESPN榜单 排名前五的Nick Smith 今年选球大会就掉到了第一轮目 而我则会持续关注这些球员 接下来的表现 兄弟们这是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